隔壁的店铺是何时开的? 7点凌,8点钟,7点凌,8点钟这么晚的? 7点钟,7点钟 老板,人多吗? 有时候很多人 有时候很多人,什么时候? 有时候排队 你是怎样知道这间店铺? 朋友介绍 是怎样? 是的,在等候,全部人在等候 打马最黑,麻烦你打 这间店铺也不行 很难吃 很差 大哥的意思是,不好吃 原因很简单,吃到腌了 水蟹粥,炸鸡肉 炸鸡肉 炒粉 可以的 20元一锅 好了,再等一等 这间店铺付箱 一盘的水蟹粥 怎么能令附近也宠情? 希望会再等1个小时 就知道 7点钟才能开 沒有去坐位,招牌也沒有 北京時間7點未夠,正式打開門口做生意的同事 已經有五成的上座卵 還未開工的,已經有五成的上座卵 大家等著吃,好東西 蟹啊,蟹啊,蟹啊,蟹啊 這麼大 剛才看到其他食材都是一碟 蟹是一碟碟的,應該是魚打 哇,這麼新鮮 黃線上沙灘,不死都一生煩 來吧,這是餵貴 嘩,賺酒了 老闆,蟹,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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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約的時候,死了 在餵了什麼都,你們看幾多 吃,蟹,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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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樣了 掃,通,乱,乱 快抽 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 很厉害 20元一盒的蝦蟹粥 裡面有半隻,這裡有半隻 這裡有一個蓋,一隻蟹 好似是三隻,四隻 高蟹 這個好吃,甜得很順 很綿,是來自於海產的鮮甜 它粥水的味道非常像 我們喝鯖魚湯,煎香之後 再吃熟了的海鮮甜味 在粥中看不到出來 跟我在澳門吃過的水蟹粥風格不一樣 跟潮汕沙鍋粥風格不一樣 這個味道是獨家的 它會多了一種海鮮熟了之後 再釋出的那種甜味 好吃啊 好吃啊,好甘啊 好吃 簡單來說是甜 好甜 不是說到最後的那些 這些邊邊皮皮位,全部都是膏 賺滿了 你明白那些甜味在哪裏呢 哇 黃鮮粥,這裏第二道好賣的東西 混濁很多 看上去就 黃鮮粥出來可能會有鮮的味道 如果你來吃這個 可以先吃這個 甚至吃豬雜才會好些 那些幼的鮮有什麼好處呢 滑口一些,亂口一些 新鮮的程度是 新鮮到有兩條味湯 這樣就無需我多說 所以,吃它的黃鮮 那種麵條 好像吃有骨的麵條 就這麼滑 就是這麼順 哇,味?正 厚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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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 看到有些粉紅色在當中 放下去, 豬卵的表面硬了一点, 但是可以体现新鲜, 帮你咬破它外皮之后, 里面那种起粉,起渣的软属, 而且厚切, 这些粉张一弹开的东西, 好吃, 底石的是, 这碗猪杂粥, 15元这么大, 性价比相当高, 护心肉, 哇, 好爽口, 好吃, 好吃, 美女, 信得过来多远啊, 四十分钟啊, 好近了啊, 和其他地方比, 有什么不一样啊, 这个粥, 每一次都别点, 咸丝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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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丝味 嗯, 咸丝味, 咸丝味. 我喜欢这个粥底, 因为刚刚我知道,很適合。 我以为它回家做出是水,那样的缸到水, viewer, 似合眼, 不空梅化。 但咸丝味我不能说,它不是水, 它是冷 donne把它不散, 渣度上, 煮得很不稀等, ability噴在嘴时stemils are. 所以粥底非常之好 如果你這個豬雜粥 再加個皮蛋 更加正 而且我覺得比較驚艷的是這個黃鮮粥 黃鮮的份量很多 而且才15元 醃得不太好 空口吃就可以了 不是做事,又是啤酒 這個送啤酒真的很好 焦鹽,咸香的味道 裡面表面都有 裡面很嫩滑 外酥,很嫩 入味 裡面也有味 好入味 乾乾淨 喝光 這個配熱 好 20元當然好 在哪里找20元鸡吃的鸡鸡 高鞋来的 对,还有高鞋 鸸鸡 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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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碗粥 175元 太划算了 这个多久 20-30年 肯定不是你,肯定是你妈妈 那个鞋是否之前醃过的 没有醃过,是我们早上拿回汤 新鲜汤就要炒熟 现在是半熟 现在是半熟 没有理由,你叫才煮的 九排也不熟 很多人吃了,等一分钟 在美味和价钱低廉 加上之后,我觉得 那样东西才可以称上 性价比 不只是便宜 好吃的,值得推荐的 甚至觉得值得特意开车 试一试 其实,今天没看到排队 明天回家的原因 我下雨 但是,居民在城外排队 早点过来可能更好 记住,姚戴秋 第四代全世界的人 7点才开门 又是我们在等 5点半来到 等到7点半 7点半再上 那边是一个 ags aggb aggb 你 yay what by